为了让赛夏族人找回自己的族群历史 明星科大圆明处11月25号举办第二届赛夏族知识研究论坛 邀请部落齐老、各方学者及艺术家等进行世代对谈 并发表寻根纪录片及赛夏族雷声温异象创作的时尚服饰 推广原住民赛夏族知识文化 这次论坛以赛夏决世代田野思辨为主题 邀请年轻世代共同参与 挖掘与生根赛夏族历史文化 记忆传承及数位科技在知识保存与足语应用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现在各个的教育 我们面对的是阿法世代 阿法世代使用了资讯科技的工具 作为他们现在学习很重要的一项工具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把传统的知识 建构在一些资讯科技的一些整合 论坛中也首度发表与原市合作的赛夏族 寻根纪录片 分享百年古道发掘过程 也展现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 其中参与全程的族语主播强调 建构原住民族知识体系除了从认同开始外 族语也相当重要 族语是唯一可以攜带的传统领域 在哪里说族语传统领域就在那里 所以我们现在建构原住民族知识体系 这个是原住民族转型争议的最后一理路 这次论坛为赛夏族文化的推广 树立新的里程碑 透过多元形式呈现 除了展现族群文化深度与创意 也展现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无限可能 原始新闻Rnew巴扎金竹新风采访报导